土鸡之王 鸡中凤凰 庄和大骨鸡 美育在外 它持四肩肠的时候 就是说它体内有那个野味囤积 它那个肉质就比较鲜美 因为大骨鸡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家畜遗产 我们也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 把这个东西给保护下来 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大骨鸡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 能否适应时代 续血辉煌 风物辽宁 庄和大骨鸡 即将播出 据史料记载 早在4000多年前 鸡就逐渐被人驯化 1800年前 鸡和鸡蛋作为商品 大量地充斥在人们的生活当中 在中国 鸡排在古老民俗十二生肖第十位 在法国 鸡被尊为民族的图腾 因为它体现了法兰西传统文化中的 自强 自信 顽强 斗智高昂的信念与品格 在美国 复活节时家家户户都要吃上火鸡 来表示庆贺 鸡家认识的 是生长在我们辽宁境内的特殊鸡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啊 刚刚就是那个小房子 它一下就能飞上去 对啊 那普通鸡也做不到吧 普通鸡就是说 几多能飞一米高左右 嗯 所以我那个房子三米多高 就是它滑翔飞的时候 能飞暗散十米呢 说话的这位叫姚锦兰 是这个大骨鸡天然牧场的经营者 大骨鸡虽作为家禽 与人类共同生活了二百多年 但它们野外生活的习性依然保留着 能飞 野食 耗豆 这些其他家养禽味所不具备的本领 在大骨鸡的身上都有明显的体现 大骨鸡它的那个耗豆是它的铁性 它的本质的铁性就是耗豆 特别甜甜打架 那相当于骨骼也非常健壮了 对对对 魁伟的形体 亮丽的茅塞 让大骨鸡气宇轩昂 一表基才 而这些要归功于它们优良的血统 传奇的绅士 大骨鸡的由来 还要从二百多年前讲起 那时大量的山东移民 涌入庄河 作为重要的生产工具 山东优秀鸡种瘦光鸡 随着移民来到庄河 热情的庄河人敞开博大的胸怀 接纳山东移民 本地品种的鸡 酒精黄更热情地 接纳了瘦光鸡 一多久 两个同样优秀的鸡种 孕育了一个新鸡种 就是现在的大骨鸡 大骨鸡继承了瘦光鸡 与酒精黄的全部优点 具有体壮 腿长 罐厚 毛色多彩油亮等外形特点 被誉为土鸡之王 鸡中凤凰 当时你选择这个地方做野生物场 它得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它主要是以野生为主 野生为主它主要生活在 环坡向阳的地方 环坡向阳就是丘陵地是吗 丘陵地不要太陡的丘陵地 另一方面就是它必须有丰富的 四草资源的地方 还有必须要有树木 有树木它主要是为了贵避它天地 为了贵避天地 另一方面就是夏季炎热的时候 可以遮阴 丘陵 沿海区甲有平原 土壤主要为沙壤土 沿海区多属盐浅土 当地受海洋性气候影响 降水量多为湿润地区 有大量的动物性饲料和矿物质饲料 这些自然生态条件 对大古迹的体大 淡大 耐木等 优良特性的形成起了一定作用 那个树叶特别是个槐树叶 就是说大古迹特别喜欢吃 还有那个丰富的那个味料元素 还有那个维生素 维生素就是说 蒜一打的时候它格外甜 格外甜完了之后 那个大古迹特别愿意吃 但是你来的时候 每一天呢 每一天就是说叶子掉了之后 被它全都吃光 这是腐质值 就是这个腐质值含丰富的 就是说那个矿物质和味料元素 具体生长必须的这个元素 大古迹对生存环境要求极其苛刻 为了给它们创造更好的环境 姚厂长九十年代初 在农业大学毕业后 便放弃工作 一心扎在深山里养鸡 四只狗 两只羊 一只实在实不在的猫 还有一群白天上山 夜晚归来的鸡 如果不是我们 或者有客户来访 这里等闲见不到一个人 可如果没有这样的 有思想 又有实干精神的人间少 我们有可能 再吃不到正宗的大古迹 我的目标就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 这个原生态绿色食品 让人民就是断倒这个 灿佐上的食品 是安全食品 这是我最大的信为 而就是这么优秀的大古迹 却险些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销声匿迹 要于大古迹生长周期较长 一般在八个月以上 当时南方大量的早熟鸡种涌入 逐渐取代了生长周期长的大古鸡 大古鸡的生业养殖范围缩小 除了在农户家里 不成规模的养殖 激进消亡 这时一个人的出现 逐渐挽回了这个局面 大古迹生长 你好 这是你的国家级的 大古鸡保农场 对 大古鸡保农场 当初怎么想要做这个保农工作的呢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的时候 大古鸡由于南方的鸡种涌入 大古鸡就是保农这方面 通过这个南方鸡种的涌入以后 地方的品种杂窖 因为杂窖了之后 对于大古鸡原种的保护 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 迫在眉睫了 对 迫在眉睫 因为大古鸡是装合的好东西 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 就是嫁出遗产 因此这个东西身为装合人 我们也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 把这个东西给保护下来 王亭英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 毕业后一直在银行信贷部门工作 金融与养殖完全没有交集的两项工作 就这样在王亭英身上 因为大古鸡而衔接在了一起 昔日的信贷主任 能否胜任大古鸡的养殖工作 家人的不解 师长的劝慰都没有阻止他的脚步 最初整理时 王亭英这里一个种弹 那里一只种鸡的细致收集 如果听谁说 那里有纯种的优秀大古鸡 它甚至不惜开车数十公里 高价收回 最初几年的抢救性娃娟 提纯负装 到现在给大古鸡通过 诸年的选域 分出了代词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是十一个时代的代词 然后是三千套核心种群 起十二个加息 现在做到这种程度了 为大古鸡分出代词 排出家谱 听似荒唐的举动 但对王亭英来说 却意义重大 宝种多元化 就是因为它这个像赵全身的 这五尊王 几乎好到百家行人的这种程度 那这样的话可能是通过这个代词分类 一个是在这个子代繁育当中 不经浸 那么经浸所带来的坏处是什么 体弱多病和传统的遗传病 动物经浸体现不出来可能这种质上和质量的差别 而是说体弱多病 肿源退化 甚至说基因的变异 等等的这些一系列问题 大古鸡肿苗被分出次代以后 从源头上解决了因遗传疾病 带来的各种病害的发生 肿苗的健康强壮程度 决定了大古鸡在生长过程中 不需要注射大量抗生素来维持健康 没有这种体弱多病的病 也没有传统的这种遗传病 由于经济引起这种遗传病和血液病 因此就是说 适合于大规模的商品化开发 这回大古鸡有了家谱 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的明晰了 完全杜绝了家族内部的遗传病 所以每个小鸡厨都是健健康康的 大古鸡体内没有药物残留 同时增强了它们在野外生存的能力 十几年来 在王婷英对大古鸡肿苗保护的过程当中 他总结出了很多针对饲养大古鸡的科学方法 为了将这些资料都能流传于世 为养殖户提供参考经验 王婷英自费出版了一本 关于大古鸡养殖的书籍 让大古鸡第一次有了官方文字上的记载 以四年我就组织国内外的专家 整理了一部分 就是有历史以来的大古鸡的文字记载 那么出版了一本大古鸡这个专注 是国家农业出版社出版的 至少是对大古鸡这方面的知识也好 接触这种整理 把大古鸡可以形成了一个这种文字 那么将来包括农民放养 它有一种至少有一种这种规范 这十几年来 王婷英和他的团队 在对大古鸡的原种保护 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 2014年 王婷英的育种场被国家农业部选为 国家级大古鸡保种场 我们今天的到来 也更好赶上 今年最后一批 11次带小鸡的出壳 因为通过分出来带刺 这样就避免鸡在繁育的过程当中 那种精进 甚至乱伦的这些现象 因此就是说 鸡是很健壮的 相当于它基因就好 对 然后呢 在这个就是 这种外貌特征上呢 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你看它这个外貌特征 它的颜色啊 就是你从它这个基础上就能看出来 它的颜色是分为好几种 长大到大鸡的时候 它才能身上有这个维鱼啊 是很漂亮的那种墨绿色 那么身上有七山败蓝的 这种红黄等等的 这些谣言的颜色 这一个个毛茸茸茸的小绒球 到养殖户手里就会慢慢长成一个个金疙瘩 大骨鸡肉质鲜美 营养价值高 在市场上很受高端客户的青睐 以装和命名的大骨鸡 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鸡 让许多人魂牵梦云 我师傅搞脸贴一贴 非常贴一贴 秘诀就是必须是我们 装和正宗的大骨鸡 风物辽宁装和大骨鸡正在播出 大骨鸡的基础 从育种场出来以后 再到养殖户手里 就变成了一个个的金疙瘩 大骨鸡肉质鲜美 营养价值高 在市场上很受高端客户的青睐 而要说来装和旅游的游客们 在逛完冰玉沟 洗过温泉之后 总会找上一家农家乐 吃食着土生土长的大骨鸡 大姐 你好 梁宁卫视的记者李苏 你好 你好 辛苦了 您这是拌玉米呢 对 我拌点玉米 微小筋 这就是给小筋吃的玉米 对 我看你这儿 我刚刚开车过来 一路走来感觉青山绿水的 这个是不云上的 唐娜姐家在这一带开农家乐 已经近二十多年了 而她做的大骨鸡也是远近闻名 因为大骨鸡是我们的特产 是装口特产 是吧 对 完了我们就想 我们就做我们家乡的东西 养外来的客人 吃到我们家乡的美味 纯种的大骨鸡 除了生长周期长以外 极易饲养 基本不生病 每天还会自己外出觅食 放出早晨上往外面 就放出去上外面去 找食吃 然后中午班上 回来的时候 就直接让它上圈里去了 让它上圈里了 到处乱跑 您带我去看一看 我看看这些大骨鸡 好的 你在前面走着 它这个鸡怕人不 怕 特别怕 我感觉大骨鸡反应特别灵敏 因为它在那个田间是吧 对对对 它都是散养的 近五年来 国家大力提倡旅游业 调整假期模式 短途的乡村游备受推崇 庞大姐家的农家乐 在这五年里 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农家乐的发展 也带动了周围村民的庭院经济 到旅游旺季的时候 这四桌之机够吗 一天 这不够 这就是 就是我们就是邻村的 都知道我开农家院 然后他们都可以把 自己驾养 那个大骨鸡都可以卖 卖到我 为了让每个牧民来品尝大骨鸡的游客 都满意而归 唐大姐在收大骨鸡鉴别时 也有自己的一套成熟方法 说到如何鉴别 唐大姐决定抓一只鸡 给我们仔细讲解一下 大姐你小心一点 在一阵惊心动魄的抓鸡场面之后 唐大姐终于抓到了一只相对满意的大骨鸡 作为鸡模特 小鸡别怕 我们不吃你 我们只是给你拍拍照 得有16了我感觉 1616 正常的就是鸡得多长啊 就是这个脚 它应该就是是 不超过19吧 17到19 那普通的普通鸡呢 除了大骨鸡以外 别的品种呢 别的品种 它肯定没有这个长 也就是在10左右 10左右 大骨鸡真假辨别第一项 大长腿 对就是说腿 它的腿要比普通鸡长10厘米左右 看来在家禽界也是大长腿吃香啊 鸡怪是九尺怪 九尺怪 对对对 说大骨鸡是九尺怪 我数一下啊 123456789 还真就像你说的 九尺怪 九尺怪 大骨鸡真假辨别第二项 九尺怪 成年大骨鸡在发育完全后 红通通肉乎乎的鸡怪 基本都是九个尺 然后再就看羽毛 它这一刻啊 它现在没长到成熟的时候 羽毛不是特别亮的 但是你看这个通过光一反 它这羽毛像油一样 就是上面像抹油了一样 油亮油亮的 对啊 大骨鸡真假辨别第三项 羽毛艳 大骨鸡的羽毛 仿佛抹了油一般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油亮的羽毛 就像咱们人皮肤红润 有光泽一样 说明大骨鸡 非常的健康 这鸡中凤凰的美誉 就凭这毛色 也算是实至名归 一口纯黑的大铁锅 一堂火逢的灶火 热乎乎的农家生活 就鲜活了起来 大骨鸡肉质紧实鲜美 营养丰富 其脂肪含量是普通肉鸡的84.5% 蛋白质含量 是普通肉鸡的110.3% 铁含量比普通肉鸡高64% 铭 铜 萌等微量元素含量 比普通肉鸡高30%以上 土生土长的大骨鸡 搭配上野生针膜 再加上东北人都爱的粉条 就是一道地狱名菜 小尖炖蘑菇 大姐 我现在配菜都准备好了 是要全往里下吗 对啊 你先把蘑菇放里去 粉条先补下 粉条把它再下 要不它不扛火 现在要下蘑菇了 你把蘑菇下里头 蘑菇扛火 在漫长的等待里 记者也没闲着 开始四处寻找大骨鸡 反落在外的鸡蛋 这有两个 昨天前天下的 有的那边跑 这是最新鲜的鸡蛋了 这大骨鸡鸡蛋 我看它表面没什么区别 然后跟普通鸡蛋 像你们不会看 我们一看就知道 它不一样 上面那个鸡蛋 上面有一层蒜 它不一样 和养殖的鸡蛋不一样 等到打开的时候 更不一样 打开以后 就是它怎么不一样 那个黄特别黄 还大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漫长等待 大骨鸡终于快好了 炖鸡的味道太香了 它不断地袭击着我们的嗅觉 哇塞 经过三四个小时 这大骨鸡好了 我闻一下 已经不能用香来形容了 特别像我小的时候 奶奶炖鸡的味道 哎姐 您做了这么多年 大骨鸡 就是有没有独特的秘诀 秘诀就是 必须是我们钻合正宗的大骨鸡 哇塞 走开 热情的唐大姐 她的笑容 感染着每一个 来到农家小院的游客 看到她 就好像看到了自己 在某个乡村老家的亲切 好的东西都给你 看着你香甜地吃下去 就是她最大的欣慰 大骨鸡 健壮俊美的外形 矫健灵活的身姿 都深深地印在 庄和人的脑海中 很多民间艺术创作中 大骨鸡 都是艺术家门的首选 剪纸艺术 在庄和这片过土上 一代一代的传承 2010年 庄和剪纸 作为中国剪纸的子项目 随之入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庄和韩式剪纸 至今已经相传五代了 二百多名传承人 心口相传 庄和韩式家族 是中国最大的剪纸家族 韩式姐妹七个 都是庄和人 说起来 她们对大骨鸡的感情 真是捧在手心里 放在心尖上 这个是大骨鸡的基础吗 对 就是大骨鸡的 就是我在副小鸡的时候啊 我就专门跳那个大骨鸡的鸡蛋 那您创作这幅画 也是就是手捧您说的 小心翼翼的 对 就是您小的时候 对大骨鸡敷出来的基础 有感情 嗯啊 其实我顺便其境 我就这样 我师父搞脸贴一贴 非常喜爱的 韩岳凤 在韩式七姐妹中排名老五 年近八十的她 操起剪刀来 手不抖 眼不花 把自己心中的大骨鸡 剪得栩栩如生 好像随时 能从手心里蹦下来一样 大骨鸡的形象 就像长在几个姐妹的心里一样 不用勾画 单凭一双翘手和一把剪刀 把大骨鸡剪得出神入化 鸡的每一个部位 也都被她赋予了美好的寓意 鸡它是锦香的 代表锦香的 你看我这个 这底下那个孙儿 孙儿啊 弄个入衣服 锦香入衣 所以这大骨鸡 本身本身本身就是大骨鸡 差不多厉害 厉害就是吉祥如衣 嗯 这个 韩老师我看你讲过这么多 这个鸡的这个剪刀 为什么对这些大骨鸡情有多重呢 因为我是出生的壮盒 咱们壮盒大骨鸡是壮盒典型的特产 是它那个灭于圈口啊 有时还走向世界 像每个壮盒人一样 大骨鸡也同样伴随着韩式姐妹成长 大骨鸡对于它们不仅仅是生活的记忆 更是它们引为骄傲的家乡瑰宝 它们用灵秀的巧手将这些生灵 幻花成一幅壶 那幅迎祥的艺术符号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美丽富饶的庄和 孕育了执着担当 热情灵秀的庄和人 它们如一个一个活跃的分子 让庄和这个海滨小城 具有自己独特的城市魅力 它们坚持自己的梦想 在这片黑土地上 演绎出了自己的别样人生